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际上 毛泽民等人被盛世才抓捕后 国党一直在努力营救 周恩来也在重庆高层四处打电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毛泽民是可以救出来的 但是 意外还是发生了 就是毛泽民的一个部下当了叛徒 捏造了很多罪行 最终将其致死 这个叛徒 名叫徐孟秋 在我军历史上 徐孟秋的地位也很高 曾担任过红衣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 还是我军著名的笔杆子 连毛主席都对他写的文章非常佩服 经常跟他谈论时政 历史 每每谈到深夜 但是 这个人也有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坐视瞻前顾后 喜欢权衡利弊 这也决定了他后来的叛变 早在1924年 徐孟秋从安 灰老家来到上海 正好黄埔军校刚刚成立 要在上海招收一批学生 徐孟秋和其他几位同学都心动了 想参加考试 可就在这个时候 徐孟秋接到了家里的一封信 说他父亲病重 要他回家照顾 于是 徐孟秋就错过了这次考试的机会 而跟他一起的七名同学 最后都考上了 按理说 他回家尽孝未尝不可 这也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 但是熟悉他的人在后来回忆说 徐孟秋为什么决定回家 是因为他了解到 黄埔军校的学员都要上前线打仗 随时都有可能牺牲 于是 他就不想考了 借回家照顾父亲的机会溜了 到了1927年 南昌起义爆发 徐孟秋当时已经参军 他所在的部队也参加了这场起义 但遗憾的是 徐孟秋却没有参加 原因是他病了 正在住院 那么 他的病到底有多重呢 其实也没多重 起义开始前 部队有人向他通报要起义的事 可是他思来想去 总感觉这个事不靠谱 如果将来起义失败 自己就会受牵连 于是 他干脆待在医院 说自己的病还没好 就不参加 后来 徐孟秋去了中央苏区 最高做到了红衣军团政治部主任 成为林彪的助手 看来这个人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不过 在长征途中 徐孟秋的双腿被严重冻伤 最后不得不截肢 失去了双脚 这也让他的军事梦彻底破灭了 1937年 徐孟秋本来被安排去苏联治病 但走到新疆时 军阀上市才非要留他的新疆工作 于是 上级就任命他为组织部长 地位仅次于陈谈秋和毛泽民 1941年 徐孟秋从苏联装完贾之回到新疆 但就在这个时候 婉兰事变爆发 盛世才为了向蒋介石示好 便炮制了所谓的412暴动案 陈谈秋 毛泽民等人都被关进了大牢 徐孟秋也在其中